对了 昨天我在前台 看到了一个外卖员 他在打听你的事情 我看了一下他的名片 叫李俊伟 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杀了你 对了 我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我一定会杀了你 今天课很多 你下班后等我一下 我去接你 放心吧 有我在 发生什么事了 把你信息都不回 我认识这个人 昨天我在前台 看到了一个外卖员 他在打听你的事情 我看了一下他的名片 叫李俊伟 你穿的衣服是什么 新外卖 请问解决 我问你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送我回家 为什么要睡在我家门口 现在就折回来 你怎么短信不回 电话不接的 我都快担心死了 别过来 怎么了 你别跟给我演戏了 你跟李俊伟是一伙的 是他让你来 坚持我的舞吧 李俊伟出一的事情 你知道了 你果然认识你吗 他找过你吗 他跟你说什么呢吗 你没事吧 你别过来 你不要假装关心我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跟李俊伟 他又要买点工作 你敢跟我说 你跟他没有关系 你别过来 你再跟着我 我就抱紧了 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听 但是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怎么了 他不是你弟弟吗 他不是 不是 他那天你喝醉 你就叫他弟弟啊 他又送你回家 他不是我弟弟 我以后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这两件东西上 应该有三对重合的指纹 请尽快出检测报告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